各位看到的这段影像 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一段清晰记录下 被郭沫若拆了的北京老城墙的真实影像 拍摄者是在1907年游历中国的一名加拿大摄影爱好者 此时的他正搭乘北京城外的影视镜 在看到眼前微额壮观的老北京城墙时 于是来到火车车头拿起手中的摄像机清晰记录了下 透过镜头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城墙犹如一条巨龙一样蜿蜒盘旋 而城墙下的老百姓小的就像一只蚂蚁一样 北京的这座古城墙始建于延朝时期 中间历经明清时期两朝一直被沿用到民国年间 在历经六百多年的时间里 他依然像一个老主 注视着北京这座城市的沧桑和变化 然而到了建国初期后 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打着为了城市发展的旗号 对这座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墙进行了肆意的破坏拆解 当时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极力劝解 应该保护这样的古建筑不然后是子孙会出这几两宝重吗 但这都没能改变郭沫若一喜人的想法 这是我找寻了很久的当时拍摄到的拆除古城墙的真实影像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 当时的人们对城墙采用暴力的拆除方式 然后肆意的把六百多年的古砖随意的丢弃在一旁 没有任何的保护 现如今 我们再也看不到这座宝经六百年历史 是 甚至